巴萨惨败 塞迪恩需要负责任 场上队员更是难辞其咎 前国脚犯之一对这场比赛直言不讳 甚至点评到巴萨这样输球 是连脸都不要了 你说职能部门 职能部门一个一个换了多少个足球组教练了 改过了 换汤不换药啊 人家塞迪恩也有理由说的 我带的是什么队啊 我带的是贝利斯啊 你这批人是什么人啊 你叫我呆 巴萨独球现在什么水平 就这么几个人 你不吃客吃什么的都在踢中场 他能踢吗 踢不了 没这个能力知道吧 也在下去要输十个了 也输完七起输八球再输十球 在下去没人输了 另一方面来说 巴萨罗纳是备战2021欧冠最早的球队之一 哦 谢天谢地义了 我已经输了 我已经输了 你像这样的比赛你本身就没有打我基础 你能给我保证明年再到欧冠淘汰山这样关键的比赛他能赢啊 务实一点 我劝你们把自己战术打法 足球到底要弄什么理念先搞懂 小巴带的蛮好的 你去把他换了干什么你告诉我 在里斯本书关2比8 你倒告诉我怎么解释啊 脸都不要 我会把他换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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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把他换了